据韩联社报道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24号会晤多名韩国政府官员 博尔顿在与韩国国防部长官郑景斗会面时 没有提及邀请韩国加入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联盟问题 韩联社称虽然此前美方没有正式提出要求 但是韩国军方一直在研究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保护韩国邮轮 另据韩国外交部的消息 博尔顿24号下午同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会面 就日本对韩国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导致韩日矛盾升级 博尔顿表示应当盟求外交途径解决贸易纷争